宜蘭因為氣候因素 農田都是一起到作 休耕時轉種田青等綠肥作物 來滋養土地 三星鄉2300多戶的休耕農 休耕面積達1400公頃 三星鄉公所與地區農會合作 補助五成農民購買綠肥種子的費用 協助改善農田地利 也減輕農民負擔 我們三星鄉是 以農為主的一個肯定 經濟中國的民情 差不多有1400公頃左右 差不多有三星有2300豪的農民 看到這次包括疫情開始 和氣候的極端變化 地區農產品在最近看到 是對農民非常不利 所以我們三星公所在 代表會之下跟三星農會共同來合作 準備在我們今年七月初日到八月 七月初日開始到八月十五 這段時間要保助我們 每一年第一季做收掛了 拿千元再千元錢 我們要保助百分之五的 公所已經發出補助通知 而綠肥種子在農會本會 大洲或大飲半四處都可以購買得到 申購時間從七月一號開始到八月十五號為止 一包三十公斤中的濾肥種子就要八百元 大量使用花費更驚人 不過現在補助一半也算是在疫情間給農民的紓困支援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采訪報導 來自婦 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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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炻